不怕老公勾起回憶 余思敏為阿莎送上足科 余思敏日前就出席活動 在活動期間 有記者要求Sammy她脫外套拍照的時候 她笑言女兒要媽媽保守一點 所以沒有脫下 對了,大女兒就開了學 今年都K2了 想好升什麼小學味 有什麼計劃感呢? 一開學,學校已經派出很多通告 有很多討論、討論、討論 介紹一下 其實我老公很緊張的 我 我是比較懶的媽媽 我的朋友應該說 快點想想想想要走什麼路 要很大的計劃 要開始努力一下 最近阿莎和陳惠霆分手這件事 沒理由不知道 但是有報紙就找回 當年鄭忠基和阿莎離婚這件事出來 你會不會不開心啊? 又拍不拍老公看到報道之後 勾起以前的回憶呢? 沒有啊,可能她反而沒有 比較少留意報紙 她比我還說 她可能連報紙也沒空看 你覺得會不開心嗎? 我不會過去了就過去了 每個人都有過去的 我也覺得 也很祝福她的 我覺得 正確的時間就會遇到正確的人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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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